台湾 台湾 台湾的很多車子 根本沒有後照鏡 或是它已經掉了 對 對 如果我們在Dogo 看到這種車子 我們根本不敢上路 可是 有的不是掉 有的是 被撞掉的 整支沒了 早上下來看 真的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我的朋友 一個台灣的朋友 想要載我 我就跟他說 你的後照鏡很壞蛋 我知道 那你不想修嗎 不用 因為後照鏡你知道為什麼不用修嗎 因為後照鏡是用來不要被罰的 因為後照鏡不見的話 它會罰一個錢 其實我之前的摩托車也是有這個問題 你騎的時候 你可能要把它放這樣子 一開始騎那個風開始吹 然後騎就是把它這樣子 來啊 就是這樣子 所以騎車一定都是這樣 你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自己騎摩托車 我都會看鏡子 因為我覺得我要轉彎 我一定要看鏡子 要不然我會害怕 那我的朋友都不用 他說沒關係 靠感覺就好了 對 靠感覺 對 靠感覺 我們騎摩托車騎久的人 我們在騎在路上這樣騎騎騎 我們根本不需要轉彎這樣看車 我們就這樣用眼角稍微瞄一下 對 宇光 就可以拉回去 宇光 而且我跟你講 義大利在玩 義大利在玩韋斯派燈 不是會有人裝很多很多後視鏡嗎 我告訴你 台灣人就是裝200個後視鏡 我們也不會看他 對 對 他很突然 沒變二 他不想說他 他不想說他 他是他出廚 對 但是這個兩床 他不想說他出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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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discussed